第六名 王重阳 王重阳是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出场的人物 全真派创始祖师 天下武爵之首的中神通 身材甚高 腰玄长剑 风姿飒爽 英气勃勃 飘逸绝伦 早年是位抗击英雄 失败后出家修道 在钟南山创立全真教 在武林中享有天下武学正宗的美誉 王重阳是老顽童周伯通的师兄 全真妻子的师父 在《射雕英雄传》中是一个独步武林的奇才 天资聪颖 武功造诣深不可测 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事称天下第一 王重阳曾在华山之巅 与东邪吸毒南地北盖四人大战七天七夜 王重阳历措四绝 获得天下第一的称号 夺得武林宝典九阴真经 女侠林朝英自创育女心经 破解全真派武功 王重阳苦思多年不得法 对林朝英的聪明才智甘拜下风 此时王重阳已得九阴真经 但是他决意不修炼经书中的武功 又经不住好奇心的趋势 翻看了一遍经文 当时他的武功已是天下第一 对九阴真经中所记载的武学奥义 一经过目便了然于胸 思索数日终有所悟 于是前往古墓 在古墓最隐秘的地下时是顶上刻下 九阴真经的一部分药制 并一一指出破除 玉女心经之法 还留下重阳一生不弱于人的霸气语露 后王重阳为了能够留下一个 可以克制吸毒欧阳风的人 前往大理学得一阳指绝技 并传授了南帝先天功 在其林终之前以先天功 一阳指破掉了欧阳风的蛤蟆功 使得欧阳风重伤退回西域 王重阳作为当时武林的泰山北斗 其地位深深影响了射雕神雕两代人 但是他创立的全真教 自他去世后便开始衰落 这也是他的一大败笔 所以他与张三丰还是有些差距 王重阳第六名 综合战力指数97.5分